韩剧女神感情现况 孔小镇找到真爱 孙一珍运气支持玄冰电影 孔小镇日前与小十岁的男友在美国纽约举行婚礼 还在IG惊喜上传换婚纱时的照片 兴奋之情易于眼表 而2022年韩国演艺圈可说是 掀起了一波结婚潮 孙一珍 孔小镇 朴欣慧等韩国女神都成为了人妻 今天小编也整理出了六位韩国国民女神感情现况 孔小镇找到真爱 孙一珍运气爱下厨 出门支持玄冰电影 金泰西婚姻美满 宋慧桥专心抽事业 韩国国民女神感情现况 孔小镇找到真爱 与男友在美国纽约完婚 孔小镇今年在孙一珍悬边的婚礼上接到捧花后 4月与小10岁的韩裔美籍歌手K文欧成人恋情 以恋爱两年多的孔小镇和K文欧 也于10月11日在纽约举行了婚礼 婚礼以非公开的形式举行 仅邀请双方亲友 根据韩媒报道 身为孔小镇闺蜜的政理员 严志远都有到现场给予祝福 婚礼前 孔小镇还在IG惊喜上传 画婚纱时的照片 仅露出了一双细致的长腿 与一点点婚纱 并附上My one and only I'm ready的文字 让粉丝们都感受到 孔小镇成为新娘的兴奋之情 纷纷祝福孔小镇找到真爱 孔小镇最近正在拍摄新剧 《问问星星吧》 是结束10月初的拍摄后 才向剧组请假 飞往美国准备婚礼 而孔小镇也将于婚后回国 再次投入拍摄 韩国国民女神感情现况 孙玉珍暗带悬宾结婚 孕期爱下厨 还出门支持悬宾电影 孙玉珍今年3月 与悬宾举行世纪婚礼 两人婚后先到了美国度蜜月 回国后不久 便公开了孙玉珍怀孕的好消息 孙玉珍还亲自在IG上发文表示 我们会好好守护 降临到我们之间的生命 希望大家也能好好守护大家人生中 珍贵的东西 健健康康的生活 孙玉珍还孕后 并在家专心养胎 近几个月都会在IG上分享美食照 韩式西式等各式各样的料理 看起来超可口 见稍微准妈妈的孙玉珍 很用心钻研厨艺呢 而前阵子 悬宾主演的电影 《机密同盟2》上映 孙玉珍也有到电影院 支持悬宾新电影 并在IG上发出了电影票根认证照 还因为票根上显示 预定了两个位置 让不少网友猜测 是悬孙夫妻俩一起观赏电影 韩国国民女神感情现况 金泰西不受风波影响 婚姻生活美满 金泰西和瑞宇是 韩国演艺圈模范夫妻代表 然而 10月7日却突然爆出 瑞宇疑似出轨 高尔夫选手朴杰的消息 新闻一出 瑞宇与朴杰都火速出面澄清 消息不属实 而金泰西10月9日 也在IG发布新铁文 照片中可以看到 金泰西和合作过 哈罗拜拜 我是鬼妈妈的 银丝捧 李奎炯虫剧 一起去看音乐剧 丝毫不受风波影响 金泰西经纪公司也透露 当时金泰西听到 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立刻大笑 由此可见 金泰西真的很信任Ring啊 而继 哈罗拜拜 我是鬼妈妈后 就没有再出演新剧的金泰西 前阵子还传出 有望主演悬疑惊悚剧 有院子的家 引发了不少期待 有院子的家剧情讲述 两个女人寻找幸福人生 而奋斗的过程 一位试图找出不安的根源 一位则是下定决心逃离 韩国国民女神感情现况 宋慧桥离婚后 专心抽事业 新剧黑暗荣耀带上线 宋慧桥与宋仲基2016年 因合作太阳的后裔而结缘 2017年闪婚 可惜2019年 两人因个性不和宣告离婚 宋慧桥离婚后 也透露自己现在追求 平凡简单的生活 逐渐找回了以往的生活步调 将重心放在事业上 但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感觉整个人身心都变得更健康 宋慧桥离婚后 不急着谈心恋情 十分专心抽事业 先是出演了《宪政分手》中 也投入往非复仇剧 《黑暗荣耀》拍摄 二度合作金银书编剧 宋慧桥在剧中 饰演小学老师文东恩 高中时因遭受校园暴力而辍学 长大后对嫁害人及旁观扯 展开了报复 除了《黑暗荣耀》外 宋慧桥前阵子还传出 有望合作韩少喜 出演悬疑剧自白的代价 上演两个女人围绕着一桩杀人案件 展开的血色故事 许多网友都敲碗 两位女神可以真正的合作 韩国国民女神感情现况 李和妮运期健身拍画报 六月缠下女孩 李和妮曾和迎起乡恋爱长达七年 于2020年宣告分手 当时让不少粉丝都感到惋惜 不过两人如今都已各自找到幸福 李和妮也于2021年底 宣布和圈外男友结婚 今年1月公开怀孕四个月的喜讯 而李和妮在怀孕八个月时 还出门登山健行 到健身房重训 让不少网友都认证李和妮是超狂准妈妈 后来李和妮挺着九个月的运渡拍摄画报写真 并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觉得怀孕期间很幸福 想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 而李和妮也于6月20日平安缠下女儿 展开育儿生活 韩国国民女神感情现况 朴信慧5月底平安缠下一子 朴信慧和男友崔泰俊第一道交往四年后决定结婚 于今年1月风光举办了婚礼 现场众星云集 看到女神幸福的模样 让粉丝们都感到十分的欣慰 而朴信慧在2021年底宣布结婚的同时 也公开了自己怀孕的喜讯 定于今年5月31日平安缠下一子 成为新手妈妈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最美孕妇孙艺珍卸货倒数 闺蜜秀萌娃 交战超强育婴术 破降CP 玄斌和孙艺珍今年3月底 举行了世纪婚礼 两人从美国度蜜月回来后 6月底便宣布怀孕好消息 进度相当的顺利 在孙艺珍宣告怀孕时 闺蜜李真贤先前语带玄机的留言 跟我们祝福李真贤的女儿小明 一样说虎的朋友 让网友们纷纷猜测 孙艺珍的预产期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 算算也即将卸货倒数 今年4月底刚升个为新手妈妈的李真贤 42岁产女 已借高龄产妇的年纪 不过她体力相当的不错 产后恢复迅速 自爆连医生都被吓到 不仅在一两个月内就恢复苗条身材 还接连登上时尚杂志 公开出席活动为电影新作借线宣传 整个人容光焕发 状态相当的不错 身材几乎跟生产前没两样 1996年出道的李真贤 曾是韩国电影舞曲天后 歌曲红遍亚洲 更多次被歌手翻唱 像是郑秀文的独一无二 眉飞色舞桶 之后她转战戏剧圈 在电视电影上的表现 也相当的亮眼 还曾拿下韩国奥斯卡青龙角 最佳女主角 李真贤在晋升成为新手妈妈后 同时兼顾工作与育儿 并不时在个人埃及上 分享育儿生活 虽然贵为天后 只见她凡事亲力亲为 举凡消毒奶瓶 清洗婴儿杀布金 都是自己来 看着阳台上晒满的婴儿衣物 更让她有感而发地说 辛苦但快乐 天下的妈妈辛苦了 此外 她也分享 带着两个多月的女儿 下水体验游泳 陪着女儿一起躺在床上 看童话故事书的照片 完全散发出 有女万世族的幸福感 虽然没有正面曝光女儿的长相 只见小宝宝的樱桃小嘴 蓬润的脸庞 及弗嫩的小手 模样相当的可爱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